現在西方各個國家都在搶他們西方的疫苗 他們西方疫苗的生產量也有一定的限制 所以如果香港一定要等西方所供應的疫苗的話 最快都要2021年尾或者2022年才有 現在離開2021年尾和2022年的年頭 一年又多怎樣等呢 所以我覺得現在是時候 政府可以考慮放寬由中國製造的疫苗 相信中國疫苗的生產量 怎麼都會比西方疫苗的生產量高 另外也價廉物美 在中國已經有些疫苗在緊急使用之下 已經有幾十萬人注射過了 在注射到目前為止 這批接受了注射的人 是沒有一個被確診的 換句話說 疫苗有效 當然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中國沒有什麼病毒在中國流傳 所以中國的注射不可以作為標準 但是中國也都將疫苗在很多其他國家使用 一直以來效果非常好 在報警的有效性是99或100 兩劑就肯定100了 第一就是有效性很高 第二就是中國疫苗儲存方面的要求也不高 只是要冷凍而已 不需要零下20度零下70度 因此在分法方面 是比較方便的 第三就是價錢 便宜 中國現在 會供應一些 落後國家 未發展國家之類 大約是兩元一劑 至於中國供應有什麼價錢供應給香港 我想這個阿爺會照顧香港 所以香港不用擔心 肯定是比西方的疫苗便宜 第四就是 中國現在的疫苗 除了有效之外 它有副作用 是零的 是沒有副作用 在試驗期間 曾經有一個人在巴西 說著射了之後就死亡 結果證明 沒有關係 這個人是其他原因 是致死的 跟疫苗完全沒有關係 換句話說 中國的疫苗 既有效 又安全 又便宜 而且對香港來說 可以很快獲得供應 我想 香港真的要考慮一下 接受中國大陸的疫苗 因為這樣香港人可以早點走出困局 在這樣的有效情況的注射 大約需要一半的香港人 有注射 有一個足夠的群體免疫 抗拒疫情的傳播 當然越多人絕世越好 希望 香港政府 可以重新考慮 由 中國引入 疫苗 中國現在疫苗已經開始供應一些 現在疫情比較嚴重的地方 包括巴西、印尼等等 他們 如窩至寶 我們香港在鄭祖國隔離 這個寶不要走雞